七八月份是来青海最好的世界 油菜花盛开 气候适宜 草原 湖泊 公路 牦牛 骏马 囊括了所有你对西北的想象 这一次借着试驾UncleVS的机会 跟我一起来体验一番吧 哇你们看到了吗 我后面就是青海湖 在阳光底下真的太美了 这次来青海超级开心 因为一方面可以体验风景 另一方面还可以试驾到别克UncleVS 那这次节目呢 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说 第一个方面就是 它跟UncleV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UncleVS都有哪些亮点 第三个方面就是小卷的算盘时间 给到大家一些购买建议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点开始说起 很多朋友呢会觉得UncleVS 就是UncleV的一个换代车型 但其实我觉得不尽然 这个S呢其实是一个区分 也是一个联系 我觉得是为了让这两台车 同堂销售呢 同时呢也联系让他们成为一个兄弟阵营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售价 由于UncleVS没有1.5T的版本 所以单看2.0车型的话 它这个售价区间跟UncleVS是高度重合的 这两台车在尺寸上就会有所不一样 虽然同为中型SUV啊 但是能看到UncleVS明显变得更矮更宽 以及它的轴距有加长 但是呢它的整个空间表现 我觉得跟UncleVS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我们进车去体验一下 好那来看一下UncleVS的一个后排的空间表现 在前排同样也是我驾驶位的情况下 后排腿部大概两拳余一点点 然后头部大概一拳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其实比UncleVS稍微的小一点点 以及呢它的这个坐垫 你会觉得变得更短一点 更平一些 所以长途乘坐来说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的高 而且它无法调节靠背角度 也没有办法前后移动 再加上现在有了四驱版本车型 最中间的地台也会有所突起 那所以就光光体验它的这个第二排 你就会觉得 它跟这个UncleV的兄弟阵营 真的是主打了不同的方向 因为UncleV可能更注重空间 更偏一个全面性 而到UncleVS上面 它可能在空间上面去略微的 做了一点点的舍弃 那同时换取的是更加运动感 以及一些其他的特性 比如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UncleVS都有哪些亮点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亮点就是它的设计 刚才也说了尺寸有所变化 所以你光看它的外观姿态 你会觉得变得上轻下重 更加低 爬运动一些 再来看车头 你觉不觉得有一点点像大哥昂克奇的感觉 那以及它也是用到了一个家族化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设计 但是呢你看配到的阿温尼尔 专属的这种锁子甲的隔山造型 以及它的轮毂也是专属造型 它是20寸的轮毂 然后再看到侧面这里有标了 阿温尼尔的一个标识 那之前我拍《基奥巴》拍昂克奇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解释过 阿温尼尔教育别科 其实就有点像麦巴赫教育奔驰 它其实代表是更高档的一个级别 那其实今天呢 我觉得阿温尼尔出现在昂克威的这个系列语呢 其实不仅是代表着更加豪华 也代表着更加的年轻更加运动 所以它的定义好像也丰富起来了 我现在觉得我在高原上讲话 真的有点吃力喘不过来劲 那接下来我们去车内来说它的第二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呢 我觉得是舒适性的提升 因为坐进车内 首先向来说视觉设计上的一个舒适性 其实大体的这个风格跟昂克威还是有点像的 但是你仔细看你会发现 这个中控台是偏向于驾驶员一侧的 所以你如果去使用到车机的话 其实会更加方便便利 以及再看到这里 它原来的这个电子挡把 现在变成了一个按键式的 包括呢很细心的 在R档跟D档上是用了抠的方式 其他的档也都是需要按的 也是避免误操作 下方还可以带来了一个超大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一些零碎物品什么的 对于收纳狂头 或者对于女生来说 把东西收进去了 心情不自然就舒畅了很多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用料做工的舒适度 那其实我有仔细注意到 它这一块空调控制的区域 跟昂克威是不一样的 它用到了这种黑色的钢琴烤漆的面板 在空调的按键以及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这里都采用的这种拨杆式的 所以这个质感 这个触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呢 就是在看到门板上这一块 这种木纹式板 仔细看啊 它这一块的花纹 其实是立体感的 它是有那种浮雕设计吧 我觉得 然后包括呢 它的这个菱形的造型 其实跟它的这个艾雷亚版本的这个座椅上 菱形的这种缝线设计也是很呼应的 那包括你看这个座椅 纯白 然后还配了一个阿文尼尔标识 是说看着整个用料上就要贵气很多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配置上的舒适性提升 比方说给到一个 流媒体后视镜 哇 这个后视镜的这个清晰度非常的不错 我这后面的人那车呢 在干嘛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晚上还有防眩木的作用 所以实用度舒适度也会更高 在这个车机里头给到了无线CarPlay 这个对我这个苹果爱好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和便利 包括我一路开过来 也都是使用到了这个无线CarPlay 去进行一个导航以及放歌 给到了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 这个配置简直绝了 真的 你把手机往这一放 然后在开车的时候 直接车机操控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三个配置 我觉得是提升舒适度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便 哇 你知道在大朋友开车 真的是非常非常爽的感觉 你的视野特别的开阔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第三点 就是这台车的行驶方面的品质 首先先从上车开始说起 就是上车开起来感觉 哎呀 这个转向手感非常的轻盈 那实际上呢 刚刚我也跑了一下高速路段 其实它在速度起来之后 它的转向手感不会给你说那种 很轻飘飘的感觉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稳重感的 那以及整个座椅 反正一路开起来 我觉得支撑性还挺好的 如果说非要让我调字的话 就是刹车踏板的位置 真的是有点太高了 就是跟XT4其实是会有点像 就是都是你刚上来的时候 你要去适应一下这个踏板的位置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动力总成啊 因为现在的这个Uncle V S 它是全系都是2.0T可边缸 加9AT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我们也不知道它以后 会不会有1.5T的车型 那以及它现在我们试的 这台艾薇亚的版本呢 它的动力架构是有四驱的 而普通版的Uncle V S 它就是两驱的 那其实整体我觉得 动力方面的表现就还挺好的 因为这一套动力系统 已经适用于通用旗下的很多车型了 所以觉得挑出来什么毛病 就是动力非常跟脚 然后以及呢 你不管是在出段去直接给油加速 还是说在速度起来之后 再提速再超车等等 你都会觉得动力是非常充足的 那还有就是整个变速箱 它的这个9AT变速箱 也会给你的感觉就是顺手顺脚 非常的平顺 然后底盘的质感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要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看现在前方有特别特别多的羊群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试了一下 在这台Uncle V S 在LVR版本上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驾驶辅助系统 就是包括自制性巡航 以及呢 它的这种主动刹车 主动安全保护等等 都是非常齐全的 就是包括比如说前面有行人 或者说有动物经过的话 它会很灵灵地去检测距离 发出一个仪表上的提示 包括有声音提示 所以其实行驶在不管是高速路段来说 还是说在城市拥堵路段跟车行驶 你都会觉得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 我们除了让车 除了让行人 还要让动物 它的隔音MH方面 因为其实一路开过来 我们最高的车速 也有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情况下 我觉得它整个车厢的静性 是非常好的 然后把车窗降下来 来感受一下 你看我现在速度是70 76 好 再绳起来 是不是 就安静了很多 它也是继承了别克一贯的品质 而且也有ANC主动降噪 我觉得其实相较于GIO8 或者说昂科级的艾维亚版本 昂科VS的艾维亚版本 它跟普通版本之间的差距 没有那么大 但是会多很多配置 就比如说在行驶方面 能去提升品质的 有电磁悬挂 包括后桥的线缓差速器 然后以及它的车内 就是我记得艾维亚版本 还是有波速音响的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普通版的 昂科VS来说 动力 以及它整个行驶品质方面的表现 就是已经非常不错的了 又到了小小的算盘时间了 还是要跟大家聊聊 优惠保养以及油耗 首先优惠呢 我们去4S店打探一下情况 昂科V虽然优惠在4万 而昂科VS呢 虽然作为新车 但是有一个5000迪2万的活动 也就相当于优惠 1万5 保养成本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 昂科V的一个费用 大概6万公里的一个总费用 在1万2 1万3左右 那至于油耗 我基本上开过来 在比较畅通的城市路段的话 油耗是8.2 当然因为我们后面要拍摄的原因 所以怠速的话 它现在的表现油耗会略高一些 最后呢 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购买上的意见 如果说你喜欢美系豪华SUV的话 想要大空间 想要更均衡的话 那考虑昂科V会更好 而且现在性价比会更高 如果你想要一点个性 想要更年轻 以及有一些精致感的话 我觉得昂科VS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相比竞争对手 它的整个的表现 虽然不是说空间给到你多大 但是在动力上 在以及内饰的精致度豪华感 以及它会有很多舒适性的配置 去提升好感 所以这一点它还是很占优的 你们觉得呢 好了 我是小卷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